還有什麼方法 可能也可以有保護力 來看中國醫藥大學團隊的研發 他們研發出一款叫做抗冠方劑 是以傳統的中醫藥點為基礎 加入抑制劑雙流輪 那麼團隊是說 在你還沒有染疫之前喝 是可以抑制冠狀病毒的感染率 那麼已經用在臨床治療的清冠一號 研發的國家中藥研究所是說 在印度已經有人搭配西醫 也就是中西醫病用 結果治療狀況是不錯的 接下來就會進一步來研究 到底清冠一號 對對抗印度變種病毒株Delta 有沒有效 以傳統中藥方 黃旗防蜂等藥材為基礎 加入衛福部和可 用來治療酒精成癮的藥物雙流輪 中國醫藥大學所研發的 科學中藥抗冠方劑 在健康時喝 全稱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感染率 藥物我們發現 它在冠狀病毒裡面 它可以抑制冠狀病毒跑到人體的細胞裡面 也就是說這個藥物如果你存在的時候 即使冠狀病毒 你接觸到冠狀病毒 但是它跑不到你的細胞裡面 因為它會把它抑制 抗冠方劑的研究針對英國變種病毒株Alpha 南非變種病毒株Beta都取得成效 雖然對印度變種病毒株研究也有效 但那支病毒 並非現在入侵台灣的Delta 衛福部中藥司表示 中國醫的抗冠方劑屬於醫師 開力藥方非商品不需要申請 但現在只有在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以及台南的安南醫院 醫師開力之後才能取得 而由衛福部國家中藥研究所所研發的 青冠醫號 目前在印度 包含駐印度代表的確診員工 中西雙管旗下治療都有成果 但實際的成果數據 國家中藥研究所表示 還需要等從國外買到 印度變種病毒株Delta的 幾蛋白之後再做更精確的分析 華視新聞 張俊惠 張春風 台北台中報導